大脑 人类最神秘的器官 跟随节目中一个个轨迹摆出 有妙趣横生的实验 探索人类意识最深处的秘密 就在大脑轨迹 每天我们都会经历大大小小的事情 比如吃了一顿美食 老朋友团聚 也可能是举行了一场婚礼 或者看着别人举行了婚礼 随着时间的流逝 以及过往的经历 会成为我们的记忆 很多时候人们认为 记忆是大脑对经历过的事情 忠实的记忆 然而记忆其实是有缺陷的 你所记得的事情 不一定真的发生过 其实忘记告诉你 我这副牌只缺一张彩画片 曾经获得国际奖项的魔术师王家宝 他就非常清楚 如何利用人的记忆 接下来要给你看一下 我整副副牌 这样的快速在你眼前拨过 我希望你记住一张 你所看到的牌 但是有一些要求 我希望这个牌 大一些 就是一最小 可以最大的这样子 你记一张你看到的 偏大一点的铺河牌 可以吗 好的 然后你要看清它的花色 和点数 我会播给你看 就看到过了 没关系 再来一次也可以 好 记住偏大一点的铺河牌 电视机前的你看清楚了吗 不要紧 我们换个角度 让你再看一遍 要不要再来一次 不用 我看到的是草花K 确定吗 对 确定是草花K 我两次看的应该都是这个 都是这张牌是吗 OK 那你把这张看到的草花K找出来可以吗 好的 其实忘记告诉你了 我这幅牌只缺一张草花K 怎么会 我两次看到的都是草花K 不好意思 你看到的东西不一定是真实的 因为这幅牌 一共只有51张 它确定就是那一张草花K 但是刚才我真的是看到了两张草花K 怎么样 它说的是不是就是你看到的牌 如果你看到的也是草花K 那么你和它一样 混淆了记忆和现实 我们向你保证 扑克牌中的确没有草花K 魔术师王家宝是通过一种特殊的排列方式 带给大伙曾经看到过某张牌的错觉 换句话说 它成功的给你们植入了记忆 回忆是我们每个人珍贵的财富 它关系到了对我们自己认知的一个构建 假如我们失去了这些回忆 那可能我们会非常迷惑 我到底是谁 你的记忆有多可靠 下面请跟着主持人张腾润 一起做一个测试 在你的面前有一个转盘 转盘上面呢 在这个地方会显示出不同的词 这14个词都是夜间的一些活动 我现在给你转一遍 你看一遍 转完了 你要给我复述一下 你能记住几个 简单吧 简单 OK 那咱们开始 转盘上会依次出现14个词 我们也请您一块试试 自己会记住多少个 可以开始吗 可以 第一个 第二个 第三个 第14个 请复述 可以不碍身体 有做梦 梦游 起床 打憨 闭眼 闹钟 棉被 睡衣 闭眼 失眠 打憨 打盹 做梦 夜宵 打憨 睡衣 棉被 忘了 怎么样 你是不是比他们表现得更好些呢 提示一下 刚才出现过的词还包括 睡衣 失眠 睡觉 等一下 真的有睡觉吗 在睡眠 睡觉 失眠 这三个词当中哪个有 睡觉吧 睡觉 睡觉 有 睡觉 我不太确定 睡觉就有吧 睡觉没有吗 有吧 事情的真相是 尽管14个词都指向睡觉这一个活动 但睡觉这个词 本身并没有出现在词表中 主持人张腾月 成功给观众 植入了记忆 看到 很多很多具体的细节的时候 我们不可能把那些所有的细节 全部刻录到自己大脑里 而是提炼出一种含义 然后按照这个含义 再去跟别人沟通 仅仅给观众植入一个词的记忆 主持人张腾月并不满足 他想要做一个几乎不可能的挑战 让观众记住一些完全没有发生过的事 那会成功吗 我们从大学中请来了一批年轻观众 他们都正处在记忆里最好的年龄 在这个节目当中呢 我们会陆续请到很多的专家呀 演员呀 明星啊 走进我们的节目当中 跟大家近距离的接触 风亦东新生代流行歌手 不过这次他的任务却是 配合张腾月来给现场的观众 什么圈套 有没有人说你像黄晓明 可能啊 因为你跟黄晓明长得像 多多少少是有点借势啊 听说你去韩国参加过相关的训练是吧 所以就是在这种情况下 你实在受不了了是吧 有没有想过回国之后 应该去参加一些选秀类的节目 这是一个让自己出名的很好的机会啊 主持人的话有些犀利 风亦东的情绪也开始一步步发生变化 然后很多人说 哎 这人长得挺像黄晓明 因为我觉得我是一个歌手 嗯 他是一个演员 照着这样一个影子的话 呃 不是我所喜欢的 觉得不是因为吃不下去苦 嗯 而而退去的啊 这可能有别的原因 我个人来说 我不太喜欢去参加这样的选秀了 现场的气氛变得越来越僵 突然间 风亦东爆发了 但是我还是觉得奇怪 你看你对音乐这么执着 那么回国让自己啊 咱们说 杨明儿也好 我怎么还在讲这个问题啊 怎么还在讲回国这些 我觉得这是我个人的事 当然是个人的事情了 你懂音乐吗 我真的不大懂 嗯 我觉得聊得我不是很愉快 不太一碰 我觉得这个不是你所操心的 嗯 哎呀 这个 我 我觉得咱们下次再聊吧 我真的 不是很想聊下去 歌手风亦东 现场突然翻脸 转身离去 这在任何观众看起来 都是一个突发事件 但是他们不知道的背景 那是我们预先设计好了这个情节 关键就是想考一考 所有观众的记忆力怎么样 现场观众还没回过神来 这时候导演就立即请他们 回忆起了事故的过程 主持人先是跟那个冯一东 那个聊一下 关于他音乐那些话题 可能触及到嘉宾他心里的一些 不想别人提及的 就是比如说模仿呀 就是像黄小明 问他在韩国 经历就是说 经历那些地狱式的那种训练 好像是问到出国的经历的时候 就出国那一段的时候 他就有一点我感觉就有点 气氛不太对 观众的负数与事实出入不大 但是对于主持人和嘉宾的衣着 有些人已经开始模糊 主持人他是穿那个皮质的皮夹克 是黑白格的衬衫 外边是棕色的衣服 我记得是毛衣 嘉宾头发什么颜色 有点大黄色 上衣是一件蓝色外套 没有注意 起色的裤子 时间在变 但回忆不变 这是许多人对记忆的理解 然而事实真的是这样吗 一个星期之后 我们又找回这些观众 请他们再次回忆事故过程 而其实早在录制现场 我们就已经安唱了一名演员 他的任务就是提供误导信息 问他说 你是不是在韩国整过容啊 我觉得这么像黄小明 然后他就感觉他挺不高兴的了 他特别生气 把这个摘了之后 就扔到主持人身上去了 他说 我觉得今天就没有必要来 然后就这样指了一下主持人 演员提供了一些明显失实的所谓回忆 重点是 其他人会不会将他们吸收为自己的记忆 尽管有些将信将疑 但大多数人似乎并没有受到明显的影响 封一东好像就比较回避这一点 就不太想谈及自己在韩国培训啊 那些经历之类的 他长得像黄小明的事情 然后不停地重复这个 主持人不断地在提起 就是说黄小明 长得像黄小明这个事情 误导没有起到作用 但事情并没有到此结束 又过了七天 我们再次找到了这些观众 请他们第三次回忆起 明显离场事件 你是不是原来长得不像黄小明 然后到韩国 整容就长得像黄小明 然后明显就感觉 好像有点不对 这个记得不是特别清楚了 人就对他在韩国的心里 就好像格外的感兴趣 就不停地追问 就问他是不是有去韩国整容过 仅仅15天的时间 观众就记住了封一东 去韩国整容 这件从未发生过的事 他们的记忆从相对准确 变成了明显扭曲 当然直到现在 他们还被蒙在鼓里 你重构的时候 你可以个体重构 也可以集体重构 集体重构的时候 就是一群人 一个群组 一个社团 然后他们在一起 发生一个集体的记忆 在这个集体记忆过程中 互相 有的时候 集体的突发事件 就这么产生的 他们就改变了集体的记忆 然后重新产生一个故事 许多人以为印象深刻 细节丰富 就代表记忆准确 但这只是一种错觉 美国科学家做的一项调查发现 非常多的人清楚地记得 911当天 在电视上看到了第一架飞机撞上世贸大厦 但事实是 当天没有任何电视台 播出过第一架飞机撞楼的瞬间 这个画面直到第二天 才第一次在电视上出现 记忆并不是被用录像机拍摄下来的影像 实际上留存在我们大脑当中的 只是一个又一个的零星碎片 以及我们自己现在的思维 我们现在理解事物的角度 所以综合起来看 它只是我们个人希望回忆到的东西的一个重复而已 今天我们教你们玩一个 这里有三个杯子 我把它这么放 就有正有反动 我只要通过三次 我每次移动两个杯子 翻转两个杯子 我通过三次 把它们平和全部向上 看子手指 做一次 看清楚 一 二 三 那现在给你一个机会 来 重复一下这个 可以吗 三次机会 一次 两次 因为这个是 应该这个 两次 一次 两次 两次 我那记得它先是要 一次 两次 那怎么这样 一次 对对对 对对对 两次 对对对 诶 诶 我看见我这么弄的 一 半点二 对吗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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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诶 诶 刚才是这边 两边吗 这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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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它又 不对 王家宝分明已经做了演示 但为什么没有一个人能够复制成功呢 难道在这样简单的游戏上 我们的记忆也会出问题吗 想知道为什么吗 非常想知道是吗 其实这个样子我也不可以 其实我一开始给你们三个杯子的时候 放的是这个样子 其实我只要一次就可以让它平口全部向上 但是我故意没有 只要是让一次 两次 然后三次 这样子 注意到了吗 杯子的摆放 可是大有讲究的 三 对 对 你刚开始摆的跟我们相反 我摆的跟您的是相反 对 我可能没有注意到 我们只要一次就可以了 你有没有发现这个问题吗 对了吗 我就四 就可以了 不要以为事就可以欺负人了 当你知道了游戏的谜底之后 它就变得很简单了 不是吗 下一次朋友聚会的时候 你也可以拿来欺负一下其他人了 以上游戏和实验都是对于陌生前期的记忆 如果是一种十分常见 在生活中无数次出现的事物 记忆一定会好很多 不是吗 如果你是这样认为的 不妨试试回答下面这个简单的问题 以下图案中哪一个是第五版 一元人民币的正面 反面的图案又是哪一个呢 您慢慢想 我们先来看看现场观众的表现如何 现在请您帮我们拼出最正确的一版 或者说唯一正确的一版 拼出一版就会有 对 来 来 给你看一看 这就是第五版人 跟你的区别在哪里呢 区别很大 看看跟你选有区别吗 这个数字有区别 咱们做一个很简单的小测试 现在大屏幕上是有一段25秒的视频 请注意啊 我们要请电视机前的您 与现场的观众一起 接受这个 须有挑战的测试 请集中精力 睁大眼睛 叮紧屏幕 是一群武术演员 在这里呢 进行武术表演 里面有棍 有刀 你们帮我们数一数 棍和刀 在25秒的视频当中 接触了几次 就是当当当 砍上去 碰到了几次 再重复一次 视频中有三人持棍 两人持刀 兵器之间会发生特撞 你的任务很简单 尽可能准确的数出 棍和刀 总共接触了多少次 准备好了吗 我们开始 好 这位女同学 你看到了几次 应该有七八次吧 有七八次 你看到几次 我看到好像十几次 十几次 你呢 十几次 十次 十五次有人看到吗 你看到了十五次 你看到了几次 六次 那在整个这25秒的过程当中 这个画面当中有什么不和谐的东西出现吗 画面当中有什么不和谐的东西出现吗 有 有什么 有熊 有个熊是吗 你看到有熊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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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呢 那就是他 从画面当中走过去了 这头可爱的熊出现过吗 没有 熊没有在画面里出摸过吗 好 我再给你们放一遍 真的没有 好 我们再看一遍 我们一共测试了十八个人 其中只有两个人看到那只在画面中大摇大摆走过的熊 他甚至还朝镜头看了一眼 而当主持人告诉了观众之后 大伙再重新观看这段视频 就全部都能看到那只熊了 这只熊不仅仅是藏在树后头 甚至从镜头前大摇大摆的走过去 你们都没有看到 说句题外话 如果你没有看到熊的话 这可是一个危险信号 在野外 熊具有极强的攻击力 你千万不能 掉以轻轻 这个测试就说明了我们人类认知时候的一个现象 非注意性盲 也就是说 无论这个东西它是人还是一个物体 但是它并不在你的预期范围之内 所以当它出现的时候 你根本不会注意它 更不会看到它 这是一个惊人的发现 现实生活中 交通事故的肇事司机经常会说 那个人突然就冒出来了 为什么他会这么说呢 有没有可能一个人就在你眼前 你却完全注意不到他呢 实验表明 这完全有可能 非注意盲可能发生在任何情景之下 我们想要看看它能否带来娱乐效果 刚好魔术师王家宝擅长做这种事 俗话说的好 这眼见为实 但是今天我将和咱们年轻的魔术师王家宝 共同让您见证一下 什么叫眼见不为实 对吧 家宝 对 如同张老师所说的 我今天带来了三张扑克牌 你会发现有两张都是黑颜色的 只有这么一张是红颜色的扑克牌 接下来看仔细 我会把黑色的牌分别放在两边的位置 只有这一张红色的扑克牌 把它放在中间 看仔细 我会打乱它们的位置 希望你一直看着这张红色的牌 不要跟丢它的位置 我不知道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没有看清楚 但是现场的张老师 我相信您一定知道红色的牌在哪里 我的眼见看得非常清楚 我个人认为 其实这张牌就在这 不信我们往这看 那是黑的 难道说是边上这张 天呐 它也是黑的 家宝我就不明白了 我明明看到你把它挪到那的 它怎么就不见了 因为一开始我就告诉了观众朋友们 说 其实红色的牌我放在了中间的位置 你们都看清楚了吗 家宝这个魔术变得非常厉害 不过我要提醒您一下 咱们看魔术看的是什么 看的是里面的一些变化 比如说家宝还有我 其实我们身上的衣服都已经发生了变化 再有我们这个场景当中的很多布置也发生了变化 聪明的您来数一数 到底这种变化一共有多少处 你可能只注意到了扑克牌的变化 但实际上在刚才的表演过程中 还有另外12处发生了变化 你不相信 让我们从另一个角度来看 事情就很清楚了 即便你现在已经知道了这个秘密 但我们来打个懂 再看一遍 你还是注意不到所有的变化 不信吗 我们再试一次 如同张老师所说的 我今天带来了三张扑克牌 你会发现有两张都是黑颜色的 只有这么一张是红颜色的扑克牌 接下来看仔细 我会把黑色的牌分别放在两边的位置 只有这一张红色的扑克牌把它放在中间 看仔细 我会打乱它们的位置 希望你一直看着这张红色的牌 不要跟丢它的位置 我不知道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没有看清楚 但是现场的张老师 我相信您一定知道红色的牌在哪里 我的眼睛看得非常清楚 我个人认为 其实这张牌就在这 不信您往这看 哎 居然是黑的 那难道说是边上这张 天哪 它也是黑的 家宝我就不明白了 我明明看到你把它挪到那的 它怎么就不见了呢 因为一开始我就告诉了观众朋友们 说 其实红色的牌我放在了中间的位置 你们都看清楚了吗 正是因为改变盲的存在 大家来找茬才会成为一种游戏 在案件的指认过程中 目击者也常常会因此误认犯罪嫌疑人 科学家们还发现 年龄较大的汽车司机 对十字路口出现的变化 反映时间要长于年轻人 人的注意力是一种资源 而且它是有限的 在每一个时刻 人只能把注意力放在一件事情上 你现在正在集中精力看电视 那么地板上的花纹是什么样的 可能就不会被你注意到 只有当我提起它的时候 你可能才会注意去看 好了 现在请将目光从地板上移回电视屏幕 魔术师王家宝又要跟你做一个游戏 这一次他手上有五张牌 很多魔术师在变魔术的时候 都需要观众站在自己的面前 但是今天我要隔着这个电视屏幕 跟你做一个近距离的互动 看仔细 请您注意 这个魔术需要和您互动 但是今天我要隔着这个电视屏幕 跟你做一个近距离的互动 看仔细 可以看清楚吗 一二三四五五张扑克牌 每一张的花色和点数都不同 你要做的就是记住其中一张 记清楚它的花色和点数 看清楚了吗 看仔细 好 现在我要做的就是 通过这个屏幕看着你的眼睛 我觉得你所选的牌 应该就是这一张 你会发现它已经消失不见了 魔术师王家宝真的读出了你内心的选择吗 至少这一次并非如此 事实上 当你把注意力放在其中一张牌上的时候 可能就会忽视一个事实 当王家宝扔掉一张牌 在把剩下的牌转过来的时候 所有的牌都被它秘密的换掉了 你会发现它已经消失不见了 所以无论你一开始记的是哪张牌 都会发现自己记的那张牌不见了 可能你会说 刚才这些还不算什么 毕竟变来变去的都是物品 那么假如我们接下来更夸张一些 把正在与你交谈的人换掉 你觉得自己会不会注意到这个变化呢 在一家酒店的前台 我们请两名工作人员 这些相同的服装 一位接待来宾 另一位则躲在柜台下面 对 您看一眼 我给您找这笔一下 给您笔 您帮我填一下 请注意 蹲下去的是一个人 站起来的则是另一个人 给您笔 您帮我填一下 好 好 先生 刚才有发现什么奇怪的地方吗 这没有啊 没有 是吗 对 其实刚才是我们两个人为您服务的 哦 我知道 您 她 您留我的笔吗 我们两个人为您服务的 我们一共测试了十个人 除了一个人之外 其他九人全都注意到了服务员的调换 这个结果让我们有点失望 因为在心理学家的实验中 只有一半的人会注意到这种变化 很好 来给您笔 我们两个人为您服务的 您看见了吗 好 谢谢 我 我想换了一个 是 您怕关上去 哦 我知道 您 她听不着我的笔吗 柜台画人的测试并不是很理想 看来我们必须要换一个方法了 在前面的实验中 我们演示了改变盲 也就是你视野中出现的变化 但被你的大脑所忽视的现象 我们想要看一看 当我们把交谈中的人换掉一个时 另外一个人是否会注意到 哦 我知道 你 她听着我的笔吗 但实验不是很顺利 那么我们不如反过来来想 假如一件事物在你的眼前 不合逻辑的不做改变 你是否会注意到呢 这句话听起来有点绕 但你看了下面这个实验 马上就会明白我们的意思 我们找到一些喜爱美食的朋友 告诉他们 北京杨家火锅店 正在举办新菜品的试吃活动 请他们来参加 这些朋友欣然前来 然而他们并不知道的是 这其实也是我们设好的一个局 店里已经四处都布满了隐蔽的镜头 我们特地请来了一对双胞胎 帮助他们分别化妆成 火锅店中的迎宾 饼位 点菜员 以及大堂经理四个角色 身份不同 但姐妹俩的相貌几乎相同 她们将轮番出现在 食材体验者的面前 并且会与她们有语言上的交流 我们想要看看参与者们能否发现 她们遇到所有的服务员 全都长得一模一样 在体验者们 食材用餐的整个过程中 两位双胞胎将在短时间内 分别以四种不同的身份 依次出现在客人面前 那么 体验者们能否注意到 她们相似的面容呢 体验者们陆续抵达餐厅 迎宾将她们引导到楼梯口 上了几步台阶之后 她们就遇到了 与迎宾长得一模一样的领位 这时候 几乎所有的体验者 都没有察觉出什么异样 客人落座之后 迎宾迅速离开 并且进入工作间 换上点菜圆 带蓝色小碎花的制服 接着很快又出现在了客人们面前 还行 一个人差不多了 应该够 没有什么忌口 没有 就是那个 鸳鸯锅是吧 行 那就这么多是吗 鸳鸯锅 就 没有忌口 点完菜后 她开始给一些客人上菜 这时候客人们 还是无动于衷 我还打算叫个同学 跟我一块来吃呢 我就完全认为是在试菜啊 脑袋你们讲的就是 那我的菜我的锅 因为我真的很饿 而之前的迎宾则 开始装扮成大堂经理 为了显示区别 我们让她将头发解了下来 随后 她又出现在了客人的面前 并且与她们进行交流 这时候 大多数客人还是没有反应 不过 终于有两位 察觉到了蹊跷 衣服的几次变化 并没有让这位体验者感到奇怪 而头发则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我觉得她刚才那个头发是窝起来的 是个爪 然后她过来问我们的时候 那个头发是个马尾编起来的 由于这是一家嘈杂的火锅店 体验者们 又都是第一次光顾 一些人 还处于鸡肠碌碌的状态下 他们更多的把注意力 集中在就餐的环节中 这样便忽略了服务员的长相信息 因此 只有少数几人在最后阶段 才注意到服务员相貌一致 没想说猫胎 我以为是同一个人 更多的人则从头到尾都没有注意到 眼前不合逻辑之处 一进到饭馆里 可能我更多的留意的是 就是这个饭馆的装修啊 我没发现 从头到尾都没发现 要真正看到 你就必须集中注意力 科学家形象的 把人的注意力 比喻为舞台上的射灯 在任何一个时刻 他只能打亮 巨大空间中的一小片区域 而其他绝大部分区域 都处在黑暗之中 人的注意力也是这样 你看到的 只是你周围正在发生的 所有事情中的很小一部分 但是从另一方面来想 人脑的功率 只相当于一个二十三把的灯泡 要用这么有限的资源 来处理繁杂庞大的世界 就必须分清轻重缓急 人脑在漫长的进化过程中 已经做到了这一点 所以我们今天才能将注意力 有效地集中在那些 对我们最重要的事物上 这是一件多么了不起的事情 在这一集当中 我们主要为您演示了 非注意性盲和变化盲 两种现象 我还想请问您一件事情 您有没有注意过 在刚才我出现在这个空间当中的时候 是不是老有一个东西 反复的曾经出现过 而它跟我本身又没有什么关系 好吧 就是这个东西一直在反复不停的出现 但是与我们的主题似乎是没有什么关系 这就再次告诉我们 其实我们经常容易上自己大脑和眼睛的道 每一个人的头脑都是一个黑箱子 它为我们的思想保密 同时也让我们难以获知别人在想什么 不过出于各种各样的目的 人们时常想要知道别人究竟在想什么 于是这个世界上出现了一种相应的技术 独心术 北京二环里的一个死和院 几名观众被请到了这个已经有近百年历史的院子 他们将在这儿见到一位神秘的人物 请各位来到这里 是因为我们今天请来了一位非常厉害的大师 来之前就一直很期待 挺好奇 我就忘了试一试的态度吧 每个观众都是莫名而来 据说这位大师有一个非常厉害的地方 他能够准确地算出每个人的性格 包括过去和未来 那程老师今天这么多朋友来到这里 想要看你给大家带来一些东西 有几个信封 这里准备了五个信封吗 对对对 这五个信封呢 我会把这个一会儿放在这儿 你们随机挑一下 挑好以后呢 一会儿你们把你们身上的一些一个物件 就不要代表你完全代表你的身份 随身带的时候就可以了 也就是说随身带都不表明自己身份的一些东西 对对对对 那就这五个信封之后我们会放在这里 然后随机的每个人随机去选取 大师的要求有些突然 五个人显然有些措手不及 在王家宝和大师转过身后 五个信封分别被随机放入了不同的动机 因为我身上就只有这一样东西 好创 哎呀我觉得我给的特别失败 答着一问 五个人只好在院子里耐心等待 没有想到这么一等就等到了天黑 好大家好我们又见面了 大家真的是久等了一段时间 那么我们现在请出我们的陈老师 到现在为止陈老师也不知道哪个信封是哪个人的对吗 对我太清楚 那你们还记得你们是什么信封的话 就拿回去试这个一张 信封领多了一张尺 这是大师根据物品给每个人写出的性格分析 以及对未来的预测 百分之多少是准确的 八十 七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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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分之七十 八十 三个七十分 两个八十分 看起来大师的分析非常准确 那你们好奇不好奇 其他人是什么样的一个性格 如果给你们这个机会 可以把这个都交给我吧 都交给 刚才做的全部交给我 可以 我现在把它洗断它 洗断它 再会收到自己的 可能再会看到别人 现在再看一下 你们现在面前的这个性格 现在有没有什么想要再说的东西呢 我不知道其他人是什么 反正我这个还是我自己的 还是你自己的 那你快去看看旁边的人 我也是一样的 这些观众不知道的是 整个过程都是我们导演出来的 这位大师其实是一名心理学老师 所谓分析结果 也是我们事先准备好的材料 在他们等待的两三个小时里 大师所做的不过是答应了五份相同的内容 剩下的时间里 他都在休息 但问题是 为什么每个人都会觉得准确呢 这就是美国的马戏团老板 菲尼斯巴纳姆发现了效应 他在自己的表演中发现 有些话说出来 是会让每个人都觉得准确的 这个现象后来被称为 巴纳姆效应 现在回过头来看 巴纳姆效应中的句子 确实是放在大部分人身上 都会让人觉得准确 但另一方面 这些句子给出的信息也很模糊 比如这句 还有这句 魔术师王家宝想要以一种更加精确的方式读出观众的信息 就此我们随机找来了一位陌生人 事先他没有任何途径可以了解此人的信息 那你看着我的眼睛可以吗 一二三四五六六 六六没有错 如果我说我这里有一个A盒子 这边有个B盒子 您随便说一个可以吗 随便说出来一个 A A什么 我好像看到了在你身边有一个人非常重要 是一个女性 有这么一个人吗 有 这个人他是不是在一段时间里留短发比留长发还好 就是有一段时间一直以短发的形象出现在你的画面 对 是不是 对 我好像还看到过在您的身上 好像是腿部应该是受过一些伤的 太神经了 是不是 是 什么位置呢 膝盖还是脚踝 小腿这块 小腿这块是吗 是在您的右腿上是吗 是不是 对 我是第一次见到您 你这个一定要确定一下 我是第一次见到您 没错 感觉在通灵一样 很神奇 然后让我觉得他每说中一条 心里都会很惊讶 感觉非常不可思议 王家宝都取出的信息之准确 让参与者瞠目结舌 他所运用的方法 其实是 无数 我好像还看到过在您的身上 好像是腿部应该是受过一些伤吧 太神经了 是不是 是 什么位置呢 膝盖还是脚踝 小腿这块 小腿这块 是吗 是在您的右腿上是吗 是不是 这种技巧 这种技巧叫做重述 也就是冷读者 将参与者不经意间透露出的信息 重新说出来 让观众误以为 那是通过某种神秘的力量 获得的信息 当王家宝问到参与者 腿部受伤的历史时 参与者下意识的 用手指了一下右腿 几句话之后 王家宝只是把这个细节 重新说了出来 就足以让参与者感到不可思议 是在您的右腿上是吗 是不是 走 由此可见 冷读数只是一种语言技巧 既然如此 他就有成功的时候 但并不会总是成功 在你生命中好像有出现过一个人 好像是一个女性 但是不是你的女朋友 也不是你的母亲 有没有这么一个人 好像没有 那您是不是曾经有过想要去南方工作的这个想法 暂时没有 很多人的血型都是B型 嗯 很巧你也是是吗 不是 不是B型 那一定是你身边有的人是B型 有没有一个关系特别好的男生是B型 没有 没有吗 一个都没有 没有 一而再再而三的说不中 这简直就是冷读者的噩梦 有没有可能做到百分之百准确呢 王家宝还有更厉害的方法 是吗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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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起来这一次王家宝读出的信息非常正确 不妨让我们从头听听 我们今天是第一次见面对吧 对 我想跟你做一些就是超自然的沟通可以吗 可以 你把字母ABCD这样子字母一直从头念到Z可以吗 BBCDEFGHIJKLMNOPQR 韩 韩先生 对 韩先生对吗 挺准的 帮我在这几张铺的牌中选一张吗 这里有波浪 三角 圆形 十字 像选哪一张 有一点 圆形 不会开车吗 不会 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好像看到你在前不久有过开车的经历 卡临车 卡临车 我最近我才是一个魔术师单身的魔术师 而不是说能够读心的 用这么多信息 我提前都有别人去知道它 但是我好像看到了workshop这样的词汇 就是在我们的那个战功楼的墙上面 会写的workshop这样的字眼 难怪 因为我感觉这个字眼好像印到你脑子里了 你是在租的房子是吗 租的 这是一个方形的房间 您能大概画一下您的床在什么位置吗 好 是带一个胡同呢 对 主要就是带胡同的右侧对吧 是 好像还有一个铁制的楼梯 是吗 对 但是后面住小胡同里面 而且小胡同院子里面有什么 就是我所有的同事没有进去过 像我们该说你的生活了 能让我看一下你的手吗 你的手 我感觉你是但是很久了 是 这样的效果几乎不可能通过冷读书做到 王家宝究竟使用了什么方法呢 一名观众第一次见到魔术士王家宝 就被读出了许多不可能被陌生人知道的信息 对 对 听准了 在这位韩先生看来 自己是第一次与王家宝见面 读新的过程也是从见面这一刻才开始 加本一次我们是第一次见面吗 是第一次 你确定 非常确定 对 所以我今天给你看一个可以让你非常幸福的东西 韩先生真的没和王家宝见过面吗 不 这绝对不是事实 早在一个月前 一个周密的计划就已经展开 经过筛选 韩先生成了大脑轨迹的实验目标 接着通过他的同事的朋友的朋友 从来没有开过卡定车的韩先生被请到了车厂 而当他下场开车时王家宝一直在二楼观察着他 这是他俩的第一次产生交集 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好像看到你在前不久有过开车的经历 卡定车 对了 甚至连接待韩先生的工作人员也是由我们的导演 导装打扮的 我再问一次我们是第一次见面 是第一次 半个月前通过其他人我们获知了他的公司地址 王家宝不仅到过这里实地观察 甚至还偷拍到了正在散步的韩先生 这是他们的第二次交集 但是我好像看到了Walkshop这样的词汇 就是在我们的那个弹工楼的墙上面 会写Walkshop这样的字眼 我再问一次我们是第一次见面吗 是第一次 几天之前在获记了他晚上回家的时间和路线后 王家宝提早两个小时就在小胡同里等候 他不仅见过韩先生租住的院子 和他的邻居们聊过天 甚至还跟在他的身后 走了很长一点距离 所以至此 他们俩起码三次 逢出了一个场合了 现在觉得我的读心术厉害吗 在观众不知情的情况下 他事先对他进行背景调查 然后再通过读心的形式 把事先获知的信息讲述出来 这种方法叫做热读术 他也常常被通灵者使用 他们甚至心抱一地 就会去墓地抄写墓碑 搞清楚当地人的亲属关系 西方流行的塔罗牌 星座还有读心术 还有通灵术等等 在我们国家可能流行的P8字 看相无论是面相手相都有 其实如果你在结合我们前面 告诉您的冷读术和热读术 您就会发现 其中绝大多数人都是借用了 这样的方法才帮助他了解了我们的信息 没有他传说的那么神奇 还是在那座四合院 几点观众应邀前来 不过这一次 研究心理学的陈乐华 尝试用钥匙来推理他们的人生 来 钥匙拿着 都拿着 你这个呢 是装饰 这个装饰 自己买的还是怎么样 自己买的 自己买的 为什么行 对 就觉得它大一点 从包里好多 那你买这么大 是为了什么来的 嗯 一般的钥匙包都差不多吧 差不多这么大 非常重要的是 不只是看钥匙的 这个物理的东西 而且很重要的 还是要问到像来历啊 然后它的时间啊 然后还有包括它现在功能啊 这三大点我是必须了解的 这是我当弄的 人名章 我都全是被带的 哦 人名章 嗯 为什么带的这个 就是 也是一种习惯 嗯 以前的时候 反正就 有时候会用到 然后用到 我就一直看了 然后到里头就没有栽赛 女生它这方面有这个章 这个章是而且有名字 而且这个章呢 已经没有用了 所以这时候的话 它带的时候 仅仅仅就会起到一个 它的标识的作用 和它自我表达的作用 这个是个啥呀 这个是一个小手电 这个其实有两个功能 就是一个 一个它是白光的手电 嗯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一个 红点的那种 嗯 然后那个这个 其实是做我们家妈用的 这个功能 就能比较典型的是一个 男性化的一个表达 所以呢 这里边我们这样 两相对比就可以看到 他们就是 男性和女性的一个 非常大的差异 这个是你很个人的章 嗯 嗯 因为像是你的名字 嗯 然后还有就是 这个这个这个表面的 这个纹路 嗯 你也很喜欢这点 嗯 相对有点工程 还小变化的东西 对 而且你都自己买的 嗯 所以你自己买的这一点 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在这一点上 就是你对自我的这个 这个观速度是比较高的 一些颜色 一些细节上 他就给我说了我一些性格 包括给了我一些建议 我觉得挺好的 借助的这个事物 然后能判断人的性格 这个是挺意外的 小小气把钥匙已经足以透露出 一个人的许多秘密 实际上 在半个小时的时间里 程乐华读出了这几位观众的许多隐私 出于对参与者的保护 我们无法全部播出 好的 明天同一时间 请您继续关注我们为您推出的系列节目 大脑回忌